中国大陆甘肃强症超过百人罹难 此际募集救援物资送抵灾区 帮助灾民渡过寒冬 肯亚民间组织启动了校餐计划 要改善孩童的健康状况 也提高了当地的入选率 历史今天狮子山共和国 因为内战民不了身 此际在2015年开始 协助居民改善生活 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12月23号的大爱业安新闻 我是吕思萱 北半球在进入冬季之后 天气变化非常快速 前两天受到北极寒流的影响 整个台湾是冷嗖嗖的 临近的日本和韩国两个国家 还发布了寒流警报 虽然今天气温可以说是稍稍回升了 不过明天开始还会有一波冷气团报道 所以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一定要多加留意 而东亚的冰天雪地对比到欧洲 又是另一个景象了 因为法国北部在11月初 遭到严重的洪水侵袭 不少地区可以说是被大水淹没 而最南端的东皮里牛斯省 则是面临到严重的干旱 当地长达4个月的时间都没有降雨 所以当地的河川非常的干涸 在干旱的影响之下 首当其冲的就是葡萄的产量 而且以观光文明的旅游业也大受打击 专家表示现在南发的气候 几乎可以和北非国家相比 所以节约用水 远然就成了全民的课题 当局现在得想方法 来对应气候变迁的挑战 干涸的湖泊 大范围露出湖底土地 这里是法国南部的东皮里牛斯省 严重干旱 正冲击当地的农业与观光 雪文学家表示 当地四个多月来都没有明显降雨 导致12月底的土壤和8月中旬一样干燥 阿格丽河基本上已经消失 温卡水坝也正在干涸 这对农民来说是灾难性的情况 缺乏水源 作物根本无法生长 裂胎的土壤证明了这里严重缺水 也对农业造成了致命影响 大海新闻吴桂镇编译 慈记的慈善足迹遍布全球 靠的其实就是人们心中的那一份爱 去年开始桃围慈记志工走上街头来向商店慕爱 而慈记志工王彦宏他也身在其中 年轻的时候他先生往生 独自带着两个小孩生活 也就是因为这个无常 他碰上了慈记招募会员行善 他立刻加入也走遍了大街小巷 得到了意外的收获 我跟老板娘说 你这间店这里有什么好处 可以让我放这支铺满吗 他再跟我说好 我就看老板娘这里有心 我就跟他说主席 他对我们主席的所作也很认同 我又进一步跟他说 我相信你现在要翻转 佛陀故乡尼泊尼泊尔 红华立森 我们来扶持溶董 他再一声就带人说好 我欢迎到暗时都躺不去 一个铜板放下去 这个店家老板哪可以随时一句 感恩哪更增长 这就是随时功德赞叹 这都是在教人做好事 那种的充满感恩 人间就是温暖 一个人的力量如何感动人呢 年过六十的王彦宏师姐 她加入慈激二十多年 发愿要串联一百间店做好事 也感动了许多店家来响应 这过程当中慈激志工也结合了骨髓干细胞捐赠的咽血宣导 努力让爱铺满了每一条街 然而王彦宏在工作之余 如何让这股善效应成为了持续性的运动 我接着带您一起来看 这样做这个工作做多久 一年多而已 时间性比较可以有弹性啦 不用整天被绑住啊 这个阿虾它是只有附件而已 早上到一点啦 一点就赶快回家去 就一点十分左右 到家 就一定上班六个小时啊 就是一点到四点的时间有空 然后到晚上 晚上就是没有接班了 就到六点之后就是我的时间了 其他的就做实际的事情了 我老公就是七十四年往生嘛 七十六年我有在工厂上班 因为我碰到那一个刚好有在收上款 我就当会员啦 秋红好 很美妙的声音 对啊 进去里面绕一圈 看到了 员工就自发幸福一下 对啊 这个最重要 矮子 8月27我就来放了 所以师姐一来讲就答应了 对啊 总经理啊 因为一起做工艺啊 他的环保也是我们收啦 对 很棒 很劳烈 很劳烈 这一家大学来 那孩子也很爱来 转工一天要走一家 下午的话就是会有十家 下雨真的很麻烦 对啊 下雨穿雨衣啊 赶快去我跟他约一点半桌 这条都有啊 这边 那个面貌店也有啊 中正路这里 对啊 那边也有啊 对啊 哦 真的是很重 你拿 一个月吧 好朋友 然后 然后职机也都做很多事情 都很幸运 对啊 也是幸运这位好朋友 对啊 他还要上班 然后还要跑 实际 他一天有时候要换点多建议 你也知道 哦 知道了 他很辛苦啊 真的棒 我要做实际不会辛苦 对 我就一直要他进来啊 实际多几个这样子 哦 那真的不得了 没有 实际全部都是这样 实际全部都是这样的 他人说你是超人 哪有 他当然表现上很危险 肉体当然是会累啊 可是这样休息就好了 现在来就是很滑血很快乐啊 只要是做职机啊 我就会很快乐 下一节新闻要带您看到 约旦职鞠躬 为收入不稳定的农民 发放了将近有20公斤重的 冬陵物资 让大家能够好过冬 先休息一下 三分钟后回到新闻现场 什么是圣食 因为卖相不佳 标签过期等理由 从货架上被淘汰的 或是买太多来不及吃掉 而丢弃的 都算是圣食 也就是说 圣食是可以吃 却被浪费掉的食物 根据联合国农粮组织调查 全球每年浪费的食物 高达13亿吨 足以为保目前 全球8亿4200万 挨饿人口的两倍以上 在台湾 每年便利商店 量饭店和超级市场 浪费掉的圣食金额 超过38亿元 换算成营养午餐的餐费 可以让34万名 弱势家庭的孩子 吃上一整年 为了减少食物浪费 台湾行之有年的 厨余回收制度 甚至还细分 养猪厨余和堆肥厨余 圣食在台湾 仿佛有了第二春的好亏宿 让我们在丢弃食物时 少了一些罪恶感 我们刚开始 这是隔夜的面包 我们就丢了就这样 谢谢 给人家用的话 你会感觉说 就是物尽其用 没有那么浪费 毕竟还是可以吃 可不可以让需要人得到需要 所以我自己也就是说 看到我成立了 才变成一个超级市场的食物 我们确实丢掉许多食物 外观不够完美的食物 卖不掉的过期食物 消费者吃不完的食物 在我们眼中 失去价值而丢弃的食物 对某些身处社会底层的人来说 却是赖以为生的美味诊羞 这些摊商 他们不管卖鱼卖肉卖菜 卖水果等等 在他们这个食材 就是说不要说 一直卖到它不能卖了 然后丢掉 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在那个食材还堪用的情况下 能够捐出来 给我们乌丰在地的社区包围协会 来把它喷煮之后 然后给共餐给当地的老人加持 买得不出力的 叫他说老家和人 那些人也都有爱心 他就都老家 真正的东西我也优先 食物在于充分的利用 才有价值 利用而是把它浪费掉了 那就是真的是浪费 尤其台湾这一块的爱心浪费 跟食物浪费这一块是非常严重 其实社区化 向外募集剩下的食材 做成了饭菜 供弱势的独居老人温饱 利用盛食温冷了人心 也找回了食物最原始的价值 食物是许多人辛苦生产出来的 更遑论世界的某个角落 还有许多人正在缺粮 无法温饱 了解食物的来源与珍贵 培养珍惜食物的心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明天就是平安夜了 这是西方人最重视的节日 这一天也是全家团聚的时刻 小朋友通常会满心期待 耶诞老人的到来 在瓜地马拉 就有耶诞老人 他是搭着直升机 来为小病童们送上耶诞进行 耶诞老公公不是坐着雪橇 而是从直升机走下来 等候许久的小朋友 兴奋地狂奔迎接 瓜地马拉首都 瓜地马拉市一处避难所 收留了附近农村贫困地区 约35名儿童患者 让母亲可以在治疗期间 陪伴他们 耶诞老人给大家带来礼物和温暖 欢乐时光总是短暂 看着耶老离开 小朋友仍然一脸不可知信地 拍手相送 耶诞旌旗 势必很难忘怀 同样在拉丁美洲 巴西有位深色皮肤的耶诞老人 带着他的精灵助手们 来到礼约热内卢 探望贫民窟的孩子 NGO志工表示 深色皮肤耶老 能加深孩子们的认同意义重大 而且从耶老手中收到书籍 可以激发学习兴趣 希望能成为教育脱贫的助力 来到欧洲德国首都柏林 在首摇风琴的音乐声中 一台又一台巴士 再来了耶诞慈善晚宴的贵客 约2000名街友与贫困弱势民众 推着辅助以行动不方便的长者 在入口处受到热烈欢迎 这场活动是由流行歌手 赞德从1995年开始主办 疫情期间暂停 今年首度回归 但高龄81的赞德刚出院 只能视讯致辞 改由儿子主持 虽然活动规模缩小 但是现场温暖不减 感动常留心中 大新闻里预防编译 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健康 长大营养摄取当然就是关键了 但是在非洲肯亚 有将近三成的人 是处在营养不良的状态 当中5岁以下的孩童 有17.6%是有发育迟缓的问题 所以吃不饱就成了当前的轨迹 于是肯亚政府现在发起了 境内最大规模的校园公餐计划 它每一天要提供 400万名的小学生日食 其中一个合作的NGO组织 在2012年成立之后 平均每一天 它能提供将近有17万份的餐点 统计下来 这些爱心热食 已经超过了2100万份 现在公餐计划 不只是改善了孩子的健康状况 它同时也创造了就业机会 因为学校会聘请孩子的父母 来当厨师 为自己的孩子 煮上暖心又暖胃的一层 铃声响起孩子们最期待的一刻 终于到来 之前我们在家里拿到我们的食物 有些时候会被烤热 也会被烤热 我们也没有在学校 因为饭 从来到吃的 我们吃了温和美味的食物 他们也有增加了我们的目标 大规模的校园公餐计划 各地政府与不同NGO合作 希望透过供应午餐 来提升就学率 现在食物餐计划 在每天的餐饭 每天的餐饭 从来自开始 我们已经能够供应29万个鸡 透过学生们的橘色手环 感应扣款 每份午餐收费0.2美元 折合新台币只要6块半 扣掉政府补助 有些地区的家长 甚至只要负担一半 东非地区正经历40年来最严重干旱 冲击粮食生产 加上通货膨胀 孩子越来越难饱餐一顿 根据今年4月的研究报告 肯亚境内干旱和半干旱地区 虽然有160万学童受惠于午餐供应 却有高达840万名孩子 还盼望着不必再饿着肚子上课 大爱新闻 江玉婷编译 在寒冬夜里 为需要的人点一盏灯 月旦子季志工呢 每一年冬季 都会固定前往国尔沙飞区 来为当地收入不稳定的农民 来发放冬令物资 今年冬天呢 志工为每一户人家 都准备了20公斤重的粮食 就是希望能让大家好好过冬 志工搭乘小巴士 从安曼的慈祭会所出发 这一趟路要前往的是 103公里外的国尔沙飞区 为600户约旦籍的农工 发放冬令物资 这个区位于死海南部 夏季约有8万人居住 但冬季会再多2万人 移居于此 因为这里的气候较暖 农工可以挣钱 打工的机会也相对增加 今年的冬令物资 有多达10样的食物 包括米 糖 扁豆 麦子 白豆 另外还有红茶包 食用油 芝麻酱 蝉豆 罐头和椰藻酱 这是很好的 有人来说我这种 如果是否一定 这种好处 不合理 真正好 谢谢大家 拜託首席 各位 我们很早餐 我从来说我都没有 我只想要 我找着 我想必须 这样给我们 把我们压力抑制 受助農工提到的環保袋 是今年第一次使用 志工从两个月前 就开始寻找厂商制作 内层是防水防污的布料 外层是蓝色帆布 方便居民重复使用 这次约旦的东林发放 此地志工总共在四个地方 发出了600份的食物包 另外也发出了1000双学生鞋 看到孩子们穿上新鞋的喜悦 志工忘却了 周车劳断的辛苦 期盼大家都能好好过冬 大爱新闻 陈秋华林绿青 刘金梅哈达 约旦报导 桃园第一场碎莫祝福 今天下午在桃园敬司堂登场 有将近2000人参与 今年受证的志工当中 有不少是年轻人 上人也期许弟子们莫忘初衷 要发挥自身的影响力 扛起天下米罗 来为社会付出 桃园第一场碎莫祝福 近2000人参与传承佛法精神 其中杨全民 杨成贵 是年轻兄弟党 他们来自慈激家庭 圆满融洞对社会充满期待 四大不挑嘛 然后很多可能灾难品传 所以我们就想说 我们要发这个扇行 今年一定要远溶洞 出来行交 然后我们就是圆满 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心愿 最近在政治或者是这么的一个 社会很动荡不安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是一种安定的情 传法路上年轻是本钱 一个拉一个踏上慈悲路 一开始进来的话 会先从先参加活动 参加活动认识一些朋友之后 那在后续的活动才会 才会有一个爱的存款 然后后续才会就持续续的 陆陆续续的邀约这样 法海浩瀚热血青年 铁汉柔情都拨下善的种子 陈金郎现役警官 加入慈悸18年 家族里12人都是慈悸人 他工作融入佛法 发挥生命意义 帮助弱势的人 或是有需要帮助的人 就跟警察我们的工作 是有一点就是相同的 慈悸呢 只是品慈的一份真善 无所求啦 付出还要施施说 感恩喔 感恩 我相信 这种感恩是最美 爱的效应汇聚善念 警察大学刘家发主任 在校园内推动 造血干细胞建党 让慈悲向下扎根 目前我们四年来 总共已经建了755只 那中间已经有配队 七队成功了 掌声给这一群慈悸人 善行就像联衣 响应源源不绝 天下人或偏多 灾难啊 也有呢 是气候难民 普天之下 许多人需要你 那样的点滴 那一句好话 那一个行动 这都是让我们天下平安 大爱新闻 陈宏丽 于国为李建欢 桃园报导 出产钻石的狮子山 拥有丰沛资源 却因为长期内战 命不了身 下一节新闻 就要带您来看 此期是如何为他们 点一盏西黄门灯 先休息一下 三分钟后回到新闻现场 突然速不是吃花喜而已 开口动时无不适法 吃也是一样 若能吃出道理 改变生态 就是功德 四十多环保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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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 我也喜歡 蒙了 要大一點 謝謝 微笑 地球共同的語言 營養不足或營養過剩 都稱之為營養不良 偏食 挑食或攝取過多的 脂肪與糖類 都會使體內缺乏適當的營養素 對健康產生威脅 會剩食通常都是挑食所造成 我們在配打的量 就都先打小朋友 就是大概他的一個需求量 點餐的時候我就會提醒他 你這樣子點會不會太多了 對 然後他們一開始就可以選 譬如說他只要三分之二面 他只要一半的面量等等 就是他剛開始就可以選擇他要減量 根據環保署統計 台灣一年回收的廚餘量 約六十五萬公噸 而被當作垃圾丟棄的廚餘 一年更可能高達兩百萬噸 如果每個家庭都能做好廚餘回收 不僅可以減少垃圾量 更可以藉由廚餘再利用 讓剩食再回到餐桌 處理家中廚餘就是這麼簡單 一鍵按下經過二十四小時 再打開蓋子 就變成這咖啡色的肥料 在家裡面就開始做廚餘的一個處理 自己產生出來的肥份呢 自己還有種菜 這樣子的話菜還可以回到餐桌上面 餐桌上面之後變成廚餘之後 又回到肥料 這樣子一直一直的一個區域 根據台大公布的統計數字 台灣每年損耗的食材量 約三百六十八萬噸 平均每人每年浪費一百五十八公斤的食材 高居亞洲第一 每樣農產品都是農民的辛苦結晶 要愛護農業 滋養大地 首先不要浪費食物 從日常生活開始做起 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明天的天氣狀況如何呢 接下來要把時間交給氣象主播明君 氣象看大海 陪您聊天氣 大家好 我是林明君 寒流發威 玉山清淳下雪了 這是入冬以來的第一道雪 銀白世界相當的美麗 畫面中看到的是玉山氣象站 而除了玉山和灣山今天也有降雪 而明天下雪的機率就很低了 明天的天氣方面 下午又有冷中據報導 是大陸冷氣團 還是強烈大陸冷氣團還要觀察 明天早上中南部與花冬 高溫可能會超過二十度 但是下午開始就會變冷 晚上中南部下灘十三度 花冬降溫比較慢大概十七度 北部和東北部可能只有十二度 早晨晚貴一定要多戴一件外套 而周二冷空氣減弱 氣溫回升 但是周四又有東北季風報導 提醒您要注意溫差的變化 在降雨方面 明天南方雲氣北移 上半天迎風面有雨 下半天冷氣團報導水氣減少 北部和東部是有雨的 晚上就會慢慢緩和 而周一到周三各地是多雲道前的好天氣 至於周四南方雲西北移各地降雨 蓄率增加 山區和西部的部分縣市會下雨 花冬還可能會有局部大雨 而周五降雨範圍縮小 迎風面的基隆北海岸 還有東半部會有雨 另外東北風偏強 明天早上開始 桃園到台南橫沉半島 還有澎湖南雨綠島 會有九到十級的強震風 基隆北海岸東部 東南部還有金門馬祖 也有較強震風 Song Follow Me為您掌握天氣的重點 冷氣團明天下午報導 各地越晚越冷 而受到冷氣團的影響 周一周二清晨最冷 中部以北和宜蘭下坦10度 明天下午開始水氣減少 周三之前各地都十多雲道晴 北海岸東台灣還有橫沉半島 會有長浪 最好不要接近海邊 接著關心各地詳細的天氣預測 歷史今天每天為您精選一則重要的刺激組織 西北國家2014年爆發了伊波拉疫情 獅子山共和國有將近4000人喪生 這讓原本就貧困的國家 經濟和醫療體系幾乎是全面崩潰 百姓生活陷入絕境 然而慈濟募集了口罩、防疫物資和二手醫護送往當地 這也讓獅子山成為慈濟第90個國際援助的國家 獅子山是這個世界上最慧暗也是最璀璨的國家 它是世界排名第七的鑽石海區 全國一半以上的土地都有鑽石可以開採 2006年的好萊塢電影《寫鑽石》 描繪的就是獅子山為鑽石而戰的故事 然而就是鑽石帶來的璀璨 恰恰就是它會暗的原因 長年來獅子山的政府、軍閥以及幫派為了要搶奪鑽石而戰 1991年為了要爭奪鑽石的開採與販售 獅子山展開了為期12年的內戰 燒殺掳掠、泄流成河 當時更有16萬名的孩童成為了瓦瓦兵 軍隊將領讓孩子們吸毒以控制他們 小小孩在吸毒之後已經失去了理智 在戰場上也能殺紅了眼 當時更有許多人被砍斷了手腳 因此殘疾一生 這個國家有50%的民眾都是生活在貧窮線以下 每一天可花費所得不到兩塊錢美金 當中有六成的人都是還盲 平均的壽命只有55歲 2014年起爆發的伊波拉疫情 更因為當地的公衛嘗試不足 人們把生病的家人藏在家裡頭 他們拒絕醫護人員的檢驗 就連世衛組織的疫調人員也都被拒於門外 所以導致疫情快速蔓延 而美國刺激志工在當時呢 就把當地的慘況帶回到台灣 上人於是發起了一生無量匯聚愛 萬里琴牽獅子山的行動 當時募集了12萬件的醫護 又超過24萬個口罩送往當地 接下來我們一起來回顧這一段壘事 2015年12月23日 為援助保充伊波拉病毒 與洪水肆虐的西非獅子山共和國 發起一生無量匯聚愛 萬里琴牽獅子山木衣活動 公墓得十一萬九千一百二十一件衣物 二十四萬六千個口罩 本日由台灣送往石子山 衣物中有六萬件是廠商捐贈全新品 從門市或是那種百貨 退下來的一個瑕疵衣物 然後他覺得這個東西 如果他們去做廢棄物處理 就是燒掉那是非常的可惜 從初步分類 淘汰 修補到平管 至公各司其職 一顆鈕扣都不能少 比方有的掉了一個 我們可能會換整組的扣子 換其他的 因為找不到類似的扣子 我們就是用這樣的方法 就是盡量把它做到完美 木衣延續勿命 援助非洲 從那一年開始 慈濟展開對獅子山綿長的關懷 除了定期的大米發放 更開始浮到農耕 2019年 有一群伊波拉病毒倖存者 他們種的稻米 歡喜豐收 孩子們則是有花蓮禁絲金社特製的五股粉 裝在特製的罐子裡頭 讓孩子們可以補充飲料 多麼希望他們都能健康的平安長大 2019年 志工也發現 當地的醫療資源非常匱乏 於是援建了康納特政府醫院 並且由台灣 馬來西亞 以及美國三地的志工 共同合作捐贈了病床 我們來聆聽上人回憶這段歷史 看到他們的醫療是那樣的簡陋 那樣的苦的環境 他們的醫療實際接觸到了 看到他們有這一些船 就是從馬來西亞發行的 聽到了呼喚聲 他們就是即刻 這座 我就說 現在我們的城 因為要用 我們要做他們會用 都是用搖的 五六十米精 連帶的 手動的 所以 很感恩 企業家 不分在哪一個國家 大家都是共同一心 提供 孩子沒有鞋子 也是一呼喚 很快速 貨櫃車 從馬來西亞 菲律賓 都是一下子 大家都是願意去付出 2020年的時候 新冠疫情爆發 口罩等等的防疫物資發放 此季也沒有忘了獅子山 希望這個西非邊垂的小國 未來有一天能夠讓百姓溫飽 安居樂業 猶如鑽石般可以閃閃發光 以上就是為您精選此季一元獅子山的故事 再來要帶您看到 社區的歲末祝福在全台各地登場了 大家希望能夠在歲末時分 為來年許一個好願 在台中的東大禁思堂 舉辦了一場舒食市集 志工透過美食來廣邀社區民眾如素 另外在龍井的歲末祝福 志工選在當地的學校禮堂來進行 也吸引了附近許多民眾共襄勝決 有別於在禁思堂舉行 龍井的歲末祝福在大度國小禮堂 感動登場座無虛席 我在看那個影片的時候 其實說真的我有點感動到有點 眼角有淚 成真的下去感受之後 發現說我真的收穫很多 翔哥19年再次來到大度國小 舉辦歲末祝福 師生家長及社區民眾虔誠參與 在附近居民眾多 可以在這邊的歲末祝福 可以舉辦熱熱鬧鬧 殊勝的姻緣 可以跟我們慈濟這邊的師兄姐 一起來共同成就 而在楓元晉思堂的歲末祝福 生障保母游晶晶 照顧的孩子也是生障 他們跟鄰居一起來 師傅你趕快講話 趕快會講話 志工在台上演出阿賢的故事 闡述孝道感動觀眾 啟發到我很大的 就是好像說 要行校一定要及時 鏡頭轉到東大禁思堂 歲末祝福小六學生 朱正瑜許下新年新希望 我想要到花蓮去上 花蓮實際國中 除了學習獨立的 可以學習素食 志工陳志榮經營素食披薩車 特地來參加素食市集 他們給我們的回饋就是說 哇 原來素食的東西這麼好吃 我覺得說 做這件事情很值得 如素護大地 也為自己執福 歲末之際 以感恩心迎接新的一年 大愛新聞 珍珊美之光 台中綜合報導 以上是今天的大愛夜安新聞 稍後要請您繼續收看 《人間普提》 我是李思萱 我們明天見 晚安 前面